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主日由前台东县县长黄建廷弟兄分享 主题为成为神机的器皿 而周六青虫由杨明达牧师分享 主题为成长蜕变 越来越酷似耶稣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邀约 新朋友一起来参加 我的大儿子去年八月发生车祸 导致他姑姑筋骨折 严重挫毁 紧急开刀后 医生说他半年内不能行走 我们全家很低落 感谢主习一月份的医治特会 开放了儿童参加 当天医类传道为大儿子祷告 并请他慢慢站起来走路 他居然就可以走路了 半年内他就脱离了助行器 可以顺利走路 连医生都说他恢复速度很快 感谢赞美神 由于天气日渐炎热 提醒家人们参加崇拜及教会各项聚会 请穿着合一的服装 避免过短过低中空或太过透明哦 让我们一起敬畏神有美好的见证 要受洗的是你吗 七月受洗班来了 时间就在七月七号星期日的上午 地点在夏凯纳602教室 请预备受洗的弟兄姐妹 上教会APP报名哦 爸爸加油站 让每个爸爸找到前进的动力 时间在8月3号及8月10号 两周的周六 鼓励每位爸爸及已婚男士 踊跃上教会APP报名参加 一起找回神所赋予爸爸们的珍贵生分 由仁青基金会举办的职场卓越计划 系列讲座与工作方 6月30号星期天场次主题为 找出自己爱情方程式的bug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邀约新朋友 一起扫描QR Code报名参加 夏凯纳服务台义工热情招募中 若您是擅长行政事务 对人充满热情 并且能够在平日时段参与服饰的家人 邀请您一起来祝福神的家 想请及报名请下秘书高姐妹 108年有位善心人士捐赠了 一笔近五千品的建地给教会 要作为照顾弱势的社会福利服务使用 而近年来我们有感于 身障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 于是在教会的支持下 我们从高龄、厂照服务、跨领域挑战 身障的住宿及日间照顾服务 目前这块土地正在进行水土保持及环品中 预计明年开工 由于需求庞大 陈欣邀请您一起来支持身障家庭 为他们打造一个爱的避风港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 青年牧区国际生之夜来啦 时间就在6月20礼拜四晚上 快邀请你身边在台湾留学的高中及大学国际生 扫描QR Code报名参加 一起透过有趣又温馨活动 在台湾找到家的温暖 还有还有 青年牧区暑期最终营会 湾卫大盐福音营来啦 时间在9月3号到9月5号 透过超丰富有趣的内容 让大学生们在开学前重新得力 快邀约你身边所有的大学生们 扫描QR Code报名参加吧 夏凯纳林良学社热情招生中 鼓励愿意于求学期间 接受教会门训装备 及服饰安排的热血青年 踊跃报名申请哦 详情请上教会官网查询 上周还来教会大侠士 感谢神上周重整你的人生 医治课程圆满落幕了 每位学员都在课程的祷告中 宣告得释放 更在服饰中经历 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上周举办社青爱神营 共有将近150位社青 一起在端午年假中 分别时间火热爱神 每位社青都在信息分享 及敬拜长跑中 再次点燃爱神的心 能够在职场及家庭中 继续为主发光 上周青年星光受洗礼 共有13位天国新鲜儿 受洗成为天国儿女 展开全新的人生旅程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2024宣教职堂任限目标为 5500万元 累计至6月9号 奉献金额为2933万元 鼓励弟兄姐妹 持续透过宣教任限及奉献 参与教会宣教职堂工作 以上为本周教会最新资讯 更多教会消息 请上教会官网 或扫QR Code 参阅电子周报哦